同学们好 这几个我们讲一下这个小数的计算技巧 上几个我们系统的讲了分数的计算技巧 同学们还记得吗 这几个我们系统讲小数的计算技巧 我们系统的学习这五大技巧 就是同学们学东西 学知识学习方法对吧 好的学习方法是什么 就是说把知识点系统的罗列到一起学 对吧 这样的话 我们把整个知识就形成一个体系 就是说整个你小学阶段你碰到了小数的问题 对吧 一次性学完了 那你不会说就还有题不会 对吧 或者说没有学到的 导致考试碰到这种没有学到的题目 然后就丢分 对吧 我们知识行政体系 一二三四五五种技巧 对吧 我们小学阶段能碰到五种技巧 每一次学完就不会再出问题了 我们一个个来啊 第一个拆分凑整 拆分凑整 对吧 这个我们之前整数的这个计算技巧 也有这种拆分凑整 你比如说这个99加上235对吧 它的技巧是什么 把这个235变成234加上1对吧 然后把这个1呢给99 这样是不是就很好算 那同样的在小数里头也是这样的 也是可以的 你们看啊 这个0.32 0.15 0.125 我们直接乘对吧 这个就很复杂 时间也消耗了多还容易出错 我们仔细看 0.32 0.125 0.125这个数字就很特殊 它是不是跟8相乘 是不是就乘一个整数了 对吧 如果能能有一个8 8或者0.8之类的东西过来 跟它相乘 对吧 它就是不是就变成一个 这很好算的一个整数 对吧 你比如0.125 我们来乘以0.8 它是不是就变成0.1了 对吧 然后呢 我们看 那我这个0.32 你看 它是不是能分成0.4 乘以0.8 看出来没 那刚好这个0.8 跟它相乘 0.4呢 跟它相乘 那这不就好算了吗 0.4跟它相乘 也很好算呀 0.4乘以它 等0.6 0.06的 对吧 很好算 它呢 跟它相乘0.1 然后再两个相乘 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是不是就等于多少 0.15 乘以这个 我们换个颜色 看 0.32 是不是变成0.4 乘以0.8 对吧 再乘以这个 0.125 对吧 那 这边一结合 这边一结合 这不就出来了吗 那它乘以0.4 等于多少 等于 它乘以0.4 等于0.0 0.6 这个标算错了 同学们 对吧 0.4乘以0.15 等于0.06 再乘以 它乘以它 0.8乘以0.125 是不是等于0.1的 对吧 这个可算能力要有 你要不放心的话 我们 我们把这个单独拿出来 我们把这个单独拿出来 0.15 乘以0.4 对吧 我们把它扩大100倍 把它扩大10倍 那就相当于15乘以4 它扩大了100倍 它扩大了10倍 那是不是相当于整个扩大了1000倍 那就要除以1000 对吧 这个是等于60的 60除以1000 60除以1000 是不是0.06 对吧 小数点 123 对吧 相当于移动三位 对吧 从向左移动三位 对吧 就变成了0.06 对吧 然后呢 0.8乘以0.125 同样的可以用这种方法算 算出是0.1 所以它等于这个0.006 对吧 答案是这个 0.1乘以它 对吧 你看 这样算下来 也没有列数式 对吧 也没有去很复杂的一个计算 就把这一个式子就算出来 然后算得也很准 这个就叫做拆分凑准 为什么要拆分凑准 要学一些技巧 这样我们考试省时间 做的准确率还高 这样分数 我们慢慢的这样积累下来 整个知识形成体系这样 对吧 这个成绩就提高了 我们看 第二个分组凑准 我们先看这道题 这道题我们看一看 0.24加0.15 直接加也能加 0.39 然后再加 再加 对吧 这样算下来 是不是也很费劲呢 对吧 但是我们呢 对吧 肯定有简便方法 我们做这种题不要满算 我们观察 先观察 0.24 0.76 什么情况 对吧 它来加等于1 发现没 0.15 0.85 它俩加也等于1 那我把它俩放上分 这个凑到一组 这俩凑到一组 那不就简单了吗 还需要这个一个个加吗 对吧 0.24 加上0.76 再加 它俩 它俩 等于多少 这个 1加1等于2 你看你考试要有会这种技巧 那你这个简不简单的呢 对吧 一下就搞定了 这个 再看第三种 扩倍促证 这个就属于难度稍微大一点点 我看什么叫难度 这什么叫扩倍促证 我看这个 1998 199.8 19.98 1.998 这题看直接加的话 好麻烦 至少得五六分钟吧 你算出来 对吧 你看那我们再看一眼 仔细惯了 它是不是它10倍 它是不是它100倍 它是不是它1000倍 因为这个可以我们看一下 那就这样算了 你看 那就等于这个1.998对吧 放大1000倍 加上对吧 这个1.998 它是它的100倍 对吧 乘以100 再加上1.998 它是它的10倍 再加上1.998 乘以1对吧 它是它的1倍 我们把用乘法这个分配率 1.998 1.998 1.998 我们先拿出来 那就等于这个1.998 乘以括号 1000加100加10加1 对吧 等于1.998乘以 看这是多少 这是不是1111 再看 哇 直接算也要列数式 好麻烦 那我们看 这个东西 我们也想办法凑整 对吧 这就要用拆分凑整的 这种思维 1.998 跟谁接近 懂得没 跟2接近 对吧 那它是不是就等于这个 2来减0.002 乘以1111 对吧 是不是等于这个 再用乘法的这个分配率展开 哎呀 2 乘以1111 那就是2222 减它乘以它 对吧 那就等于这个 2.1222 这个会算吧 0.02 0.002乘以1111 对吧 是不是等于2.222的 对吧 那这个一展 这个一减就等于这个 2222减2.22 你看是不是就相当于 把它分成一个 2219 加上3 减2.222 对吧 你把这个数得分成一个 比2.222大的数 对吧 分成一个3给它相减 对吧 你这样3就把它先减了 完之后再给它相加 对吧 那一看等于多少 3减2.222 对吧 它这个是等于这个 0.778 对吧 这个这个 这个减完了是不是0.778 对吧 那2219加0.778 那这个结果就是这个 就等于2219.778 简不简单 同学们 这个难点我再复习一下啊 这个难的地方在那里 就是说这个1.998 19.98 我们要知道它是它10倍 它是它100倍 它是它1000倍 那这个时候我们把这个展开 把1.998乘1000 1.998乘100 乘10乘1 然后用乘法的这个结合率 刚才讲 讲成分配率啊 这个是一个结合率 把1.998拿出来 里头的结合率嘛 对吧 里头的1111 放进去 把它单独算出来 它算出来是1111 这个时候很多同学 发现又不会算了 这列数式 那又要讲半天 对吧 你看它乘以它 那怎么着 这个时候要用凑整法 你一看这个1.998跟2接近 那我们先用2减去0.0.2 对吧 把它变成这个 再给它1111相乘 这个时候 我们再用这个乘法分配率啊 乘法分配率 它减它乘以它 那就等于什么 等于它乘以它 它乘以它变成222 它乘以它变成2.222 对吧 然后它减它 它减它的时候呢 对吧 2.22它减它也不怎么好算 那么再再用一次这个拆分凑整 把这个222呢 拆成2219 加3 3去跟它相减 这就好减了吧 3跟它相减的话 3减它等于0.778 没问题 对吧 那这一块等于0.778 让2219加0.778 就等于2219.778 所以这题就轻松拿下 好 我们再看这个增减 增减括号法 增减括号法看怎么做 我看一下 增减括号 先看这道题 我看 这一题一看 括号先算 对吧 正常来说 我们括号要先算 括号先算 它减它算一次 对吧 它加它算一次 然后这个呢 再跟它相加算一次 加完了之后 这一堆的结果 再减去这一堆的结果 又算一次 啊 头都炸了 是吧 同学们 但是大家碰到这种问题 一定不要满算 你要仔细观察一下 你看 你一观察 0.32 这正好有0.32了 对吧 然后你把这个括号一去掉呢 它跟它先算不行吗 对吧 它先 它跟它先算 它一减它就变成17了呀 再看啊 这个 这有个0.78 一减 把它括号一去 这也有个0.78 它就跟它能抵消掉 所以这个时候 我们先把括号去掉 这才是正确的方法 同学们 看啊 17.32 加上括号去掉 加号去括号 这里头的符号不变 对吧 0.78 减0.32 减号 我们看减的时候 这个里头就要变号了 对吧 2.5 对吧 减 这个加就要变减了啊 朋友们 这个不要搞错了啊 0.78 就是我们看一下啊 17.32 减0.32 我们把它结合到一起 OK 然后呢 0.78 减0.78 把也给它结合到一起 这个呢 减2.5 好 放到这 对吧 2.5 等于17 哎 简单吧 这个 0 加 减2.5 你看看 这么复杂的数字 我们也没有去列数式去算 对吧 也不由大草稿 直接从上到下 就写数字 写写写写写到这来了 对吧 结果就出列了 17减2.5 可算 14.5吧 同学们 对吧 有没有感觉了 好 再看这个换原法 第五种 第五种是换原法 换原法 换原法是什么意思 我们在这个实际这个题目里头 给大家讲啊 我们直接讲理论 可能同学们也记不住 什么叫换原法 我们看 299.9乘以19.98 减去29.9乘以199.8 这个是什么情况 你看我们要直接算的话 这一堆相成 哇 这个算至少要五六分钟吧 这一堆相成 又要五六分钟 这一堆再减这一堆 再算下来十分钟来 对吧 这个题那考试总共 充那么点时间 你这个题就花那么长时间 所以肯定不能这么做 我们仔细仔细看一样啊 你看 这个数相当于是 它是不是它的十倍 这个数呢 又是它的十分之一 这个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来 我们先假设它是A 假设它是B 假设这个数是A 这个数是B 那它是多少 它是不是它的十分之一 那它是不是十分之A 它就相当于十分之A 因为它是它的十分之一 它是A 那它就是十分之一 它呢 它是199.8 这个是19.98 那它是不是它的十倍 它就是十B了 那 那这左边这一堆是等于什么 左边这一堆是等于A乘以B 减中间这个减号 右边这一堆呢 它乘以它 它乘以它 它是十分之A 乘以十B 十跟十一了 对吧 那这边就变成AB了 你等于AB 减AB 等于多少 同学们 等于0 所以要细心观察 你必须碰到这种复杂题 你必须观察 观察数字之间的关系 观理 然后我们再讲换源法 你看这个题 这么做 做下来这么简单 等于0 基本一分钟吧 对吧 换源法是什么 换源法就是说 我们把其中的一个数字 或者说某个数字 我们先假设它成一个A 没问题吧 另外一个数字呢 假设成B 然后 这个数字呢 是跟这个数字有倍数关系的 那它也能化成这种形式 跟A相关的一个形式 A的倍数 它呢 跟B 它是B的10倍 对吧 或者说多少倍 它就能变成这种 对吧 也是跟B相关的一个倍数关系 那也就是把左边和右边 就都化成了一个跟AB相关的式子 对吧 A乘以B 对吧 A乘以B 那A乘以B 它乘以它 这个我们先写个乘号板 同学们理解错误了 对吧 这边呢 就变成也是这种 对吧 也就是把这个式子 对吧 把这个原来的这个式子 换源 换源成了 这种形式 对吧 这叫换源法 对吧 换源成这种形式 左右都是这种形式 然后再用它来计算 对吧 得到一个最终结构 这叫换源法 同学们 对吧 没问题吧 我们再回顾一下 这五种这个小数的计算技巧 第一种拆分凑准 对吧 拆分凑准 你像这种题不可能去满算 满算呢 对吧 也讲过了 这个同学们一定不要去这样 听了老师的课 你再去满算 那那就不太好 对吧 老师肯定是跟你讲这个巧算方法 然后考试呢 也是长考 我们一定要巧算 你看 0.125 我们要想到它跟8之间的关系 对吧 它乘以0.8的话 你看这0.8 它乘以0.8就变成了0.1 对吧 这两个 然后呢 0.32呢 刚好就能分成0.4乘以0.8了 对吧 对吧 所以这叫拆分凑准 把它拆成这两个 这个跟它凑准 这个跟它凑准 对吧 你看0.4跟它 0.4跟它相乘 变成0.06 0.8跟它相乘 变成0.1 对吧 所以拆分凑准 然后分组 那也是的 它跟它凑准一组 它跟它凑准一组 阔倍 它是它的100倍 它是它1000倍 它是它100倍 它是它10倍 对吧 一样的 阔倍凑准 讲得很清楚 增减括号 对吧 括号里头的东西 对吧 它能跟它先算 那我们就先算 把扣号去掉 而不是直接满算 对吧 换源 对吧 把它变成A 它变成B 它是10分之A 它是10B 这个10跟这个10 就能约掉 对不对呢 对吧 所以这个今天系统的 讲了五种小数的计算技巧 同学们下来一定要练习 巩固再巩固 好 今天这个课先这节课讲到这里 如果家长和同学们觉得老师的课讲得好 然后对同学们有帮助 希望大家帮我点一个赞 帮我帮我转发给同学其他家长 对吧 谢谢 谢谢